我们来举办这个检验的活动 那其实我们知道检验跟很多的疾病都 相信跟很多的疾病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说 尽量大家不要在有病的时候呢 才到医院啦 我们希望在前半就帮民众 做好这些防治的工作 所以其实检验的工作 其实是医院里面已然进行的 不管是对人工 还是对社区的民众 还是对患者 其实我们都有很完整的检验的计划 所以透过这样子检验节的活动 我们希望说 提醒大家有听到说检验的坏处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做检验 这样的行为 OK 今天办这个检验活动呢 是因为5月31号 其实是世界的禁忍 无焉日 那我们台湾的检验节是哪一天 大家是否知道 6月6日 对所以其实我们特别选在 就是检验节的前夕 来举办这样子检验的活动 那为什么检验很重要呢 大家最近的新闻 之前以前见的新闻 孙岳叔叔有没有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原因过失的吗 对 它是慢性阻塞型的被疾 大家其实知道说 香烟对我们健康的危害 当然被癌了30年 它建了30年 但是这个烟害还是一直在它体内 它自己都讲 它其实觉得它自己在生命的最后十年 伸手这个烟害所苦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其实将检身为一个 就是很医疗体系 可是我们不希望说 大家有病的才来找我们 我觉得说在前端做这些预防的工作 其实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希望说 大家尽量呢 就是既然我们知道抽烟 有这么多的危害 我们就是把烟剪掉 可是大家觉得检验难不难吗 很难吗 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就借了 然后又抽了 就是朋友那个 朋友这个 就是一揪 然后又开始抽 拥银银代替药物 转移住意力 像是多喝水 多运动 当然自己的决心 以及家人的支持 也是相当重要的哟 彰化基督教建烟团队 陪伴您 加油 来 上期无缘无兵 希望大家可以盖分来这点天空 来 请看前面 好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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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